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春开乐 祸家幸福 红柳鸡块是我们过年比不少的一道凉菜 它的颜色红柳意味着来年红红火火 急功 胸肌薄发 于是明年的整个工作情况都会蓄势待发 一定要冷水效果 全葱 花椒它都是取形增强作用 煮到九层树左右 然后我们在汤里面泡二十分钟 自然冷却之后多成一个均匀的小块 红柳鸡块是我们整个串菜在凉菜当中 只有绝对地位的一道凉菜 一直以来都是加福生姜过年的手选菜 红柳鸡块的红柳是非常关键的 需要高温的量子 除去它身材又深色的味道 加入了津葱可以增加油的香味 我们选择的是二斤条 河南的新衣袋 海角的比例上是三比二 三分二斤条 两分新衣袋 可以选用一些八角 灰皮 香叶之类的普通香料 两两道六层油温的时候 我们进行第一道抓紫 第二道温度的时候 我们会控制到五层油温 主要是取它的色 第三道我们油温会更低 那么是从它的香 调红柳鸡 所使用的是盐 味精 肥糖 花椒面 酱油 蒸鸡提出来 然后红柳辣椒 特别是我们的红柳 如果炼香了之后 满不生香的效果 和好之后就把鸡倒进去 花生米和葱 和在里面 调匀 接口装盘 红柳鸡块 色彩红柳 我们能吃到花生的酥脆 和我们进一道口炭的鸡肉 具有下酒开胃的作用 也是家庭里面 那种印象ร应 虽然是从底部 并不可靠捅一道鸡肉 加热 不得不得不过 但是我们最经历的 为优惊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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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